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英国是被普京指控 北西是英国炸的 当然这个有调查小组还在进一步追查 但是英国国内现在日子 可真的是不太好过 美国华邮报导 由于年纪的问题 这是美国拜登最佳的盟友 英国当然现在面临很多严峻的状况 他自己当然也是 年纪的关系让他经常在公开场合举止 怪异形容怪异 所以2024要选总统 还有一个门票的这个机会 已经不断的降低当中 美国面对高通膨高油价高失业率 虽然现在油价降了一些 股市回温了一些 到最近又跌了 因为还是鹰派严峻的这样挑战 所以拜登升美金自救的时候 击垮了却是谁 他最佳盟友 英国英镑大跌 英镑真的被形容太甜了吗 这个时候美国的买家 通通涌到美国去干嘛 买房子 因为汇率上算起来很便宜 值得说是五折了 现买现赚 拿英镑再买房子 甚至英镑又暴跌的关系 造成全球金融风暴 这个是连带性的区块影响 包括首富 香港首富李嘉诚 还被说一天蒸发了15亿美元 那对于这个英国的现况 英镑再跌 救不了的时候 这个本来在竞争期间宣布 是以减税为主要的 想要争取选民认同的这位首相 上任之后却因为跳票 而且被劈冷血之后 反而是整个民调降到心谷底 因为他密集上媒体 去说明财政政策 就反而挨批 说他让新内阁陷入混乱 暗黑板的罗宾汉 还甚至有人直接在留言说 你是为自己感 你没有为自己所做的行为 感到羞耻吗等等 显然他本来却在 很严峻的情况之下上任 上任之后 现在很难赢得立即的满意 甚至还让民调溃题了 怎么说 上任才三个礼拜 减税跳票声声不息 让他直接支持度 保守党直接落后了工党 达33个百分点 是一个新低 那么很多伦敦大学教授 等等都在分析说 其实很少有这场支持度 才刚刚当选党魁没多久 还有蜜月期的 居然就这样重创 就好比新婚之夜 就不发现选错人 要退婚来不及的这种概念 那么肯特大学教授有说 不记得有哪个首相 像特拉斯一样 一上任就搞得这样一团糟 那么纽约时报也说 特拉斯试图透过媒体闪电 来安抚英国人 但是现在的政策 完全包括击溃 击溃房市 英镑大跌 景气仍然是最大的问题 他甚至还回答说 利率是独立机关 英格兰银行的事情 全世界都在升息 他把问题归咎于乌俄战争 但自己却拿不出具体的办法来 所以现在变成众矢之地 大家在追问他说 那你当初所提出来的这些策略 现在看不出来解决方案 那么英国的危机重重 还是不忘要追随拜登的政策 抗俄抗中 英国首相国防防向华勒斯 再度又跑到乌克兰去了 力挺继续表达 对于跟美国一起联手 支持乌克兰的决心 还有英国制裁俄罗斯的央行 总裁誓言要推新措施 继续要打击俄国的服务业 但是英国自己的建筑业 也是批评北京背离国际规则 英国的新任首相外相说 中国地位已经动摇 所以不管是打俄罗斯打中国 仍然是非常的积极跟强烈 继续跟美国站在一起 国内的这些警讯 却没有稍缓过 亮哥 特劳斯我估计他做不到年底 这么快 他现在民调只剩下18% 18了 大概是所有西方国家最低的 包括日本 韩国 隐形月都还接近30 几乎完全没有蜜月期 跌了37% 跌到18 所以你去想一想这是什么首相 就是一窍不通 只有意识形态 就很多人就跟他警告 你这个时候消费者对景气没有信心 你减税他们是不会消费的 你给企业减税他们是不会投资的 他就硬不相信 你财政本来就很差 一减税你的殖利率就飙涨 债券人家就抛售 这就立即的后果 多少人跟他讲就硬不信 只信保守党的意识形态 这种人就是当首相 就是英国的悲哀 坦白讲就是这样 就是明明就有比较好的财长 苏纳克你不要用 因为种族歧视 你就一定要选个白人 要选他 本来就是只有大法官的经验 然后又当过外交部长 整个脑袋都是意识形态 英国现在明显就是需要 解决经济问题 你的经济主张大家都知道 上台之后果然就是这样的主张 多少人劝你你就不听 第一天就是英国 就是整个债券都崩溃 就这样 你当然会造成资金外流 所以接下来人家 已经对你没有信心了 因为你一上台 我们且不要讲黄金百日 黄金第一个月你就搞砸了 就这样 然后你还有余力去反中 你不要做梦了吧 他还要反中抗热 不知道他要干嘛 所以我认为 反正英国现在就处于就是一个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的状况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帮他找到答案 就除了换掉特拉斯 让苏拉克补上来 我真的找不到答案 就是领导人出了问题 而且他比波瑞江森还要糟糕 波瑞江森市长还当过伦敦市长 人家对各种事情还知道一个大体 他主要是人的关系处理的不好 嘴巴比较大就这样 可是基本上还是有能力的人 特拉斯 这个是只能够祝福英国 祝福英国 的确是衰败的情况 就是民调掉下来的情况 这个太离不如了 就跟掉悬崖一样 太神奇了 人家的女席月 是从去年12月掉到现在 台46掉到25 人家也掉了8个月 他这个是第一个月就跟悬崖一样 掉到18% 这个谁能救你 对 所以他过去当然选举期间 是抗中 打恶 所以才有一些知名度 跟这个支持度 但现在这一招已经救不了 因为国内的做法 而且人家可能对你已经有成见 这个就很麻烦 英国往日的荣光 目前在现在的情况下 的确让大家觉得 怎么变成这样子的英国 将军 对 乌克兰战争变成英国 就是他经济衰退 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影响 乌克兰战争的话造成 影响了全世界 对 变成这样子 但是现在英国的这些 百姓这些民众来看 这个不是理由 你如果这个是理由的话 大家以后有战争的话 就变成造成英国整个经济衰退 你看现在英镑大跌 英镑跌了 最重要是当初的时候 五年前的脱欧 你脱欧的时候造成 你对所有的商品卖到欧洲去 通通都要关税 以前整个大市场 他整个挺美国的 脱欧 因为我们大英国协 我可以有昔日的荣光 不见得要并入欧洲这个市场 结果一脱欧到现在为止 整个负面 包含当初要赔的钱 要拿出来的钱 包含这个整个市场变小了 你现在变成输入性通货膨胀 因为英镑跌物价上涨 物价上涨 输入性通货膨胀就来了 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 那输入性通货膨胀 大家小老百姓怎么是过日子 保守党最大的支持的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就不满了 英国很清楚 保守党是中产阶级的 是他最大的靠山 中产阶级生活 他现在变成整个受贫困 整个我们知道 整个燃料上涨36% 你看那个人员上涨36% 谁受得了 36的话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了 我们可以看他食物粮食上涨 我们食物 他的食物上涨已经到了17% 你看到没有 这个忍受度是我们受不了的 到17% 原来是卖100块 现在卖117块 突然涨了17块 谁受得了 打官贵人没关系 市井小民中产阶级受不了 会变成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看整个英国的状况 是出在整个经济 他把经济的现象怪到乌克兰战争 这是错的 因为不是说你都解决问题的方针 方案在什么地方 而且我们知道 这个特拉斯上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少数的 他不是保守党的时候 他不是像以前的家大业大 他联合其他人 我过半数 他是这个样子 是联合的过半数 那就是脆弱的过半数 脆弱在领导上面就会有问题 你要跟其他都联合 其他联合你就脆弱 其他人交换条件不够 所以给他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职位不足的时候 他不跟你买账 会这样子 他是动摇的 并没有那么稳定 他动摇的 没有说我一党 我就是保守党 就是过半了 我这样子的话 我可以这边大张旗鼓来推行我的政策 幻加他是 幻加在这个地方 今年的冬天 而且乌克兰战争继续在打 对英国来讲 英国是铁杆 支持乌克兰战争 继续对抗俄罗斯 原则上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是比较松动的 他应该走松动的路线 但是他是走硬挺的路线 走硬挺的路线 那这样的话 因为乌克兰战争 因为乌克兰战争的状况之下 造成经济的受伤 人家想说是因为你太挺了 会把这个做一个 这个情境转移到政局上面 转移到政局上面 那保守党就受了很大的影响 将来我判断 工党的胜算可能就会变高了 取而代之 工党比较照顾最基层的 最中产阶级的重视度 比它最蓝领阶级的重视度 比较高在工党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看到 英国在这个 因为经济的变数 还有乌克兰战争的影响 它的政局产生了一些 非常大的动荡 教授当然英镑会这么惨 也是被美元强生所拖累的 那美国现在暂时止住了 某一些他们想要的通膨的指数 所以英国他最佳的盟友 却已经是垮到底 不管是通膨数字 或者是国内的抗议的声浪 我觉得很明白就是 现在不是只是 特拉斯个人的执政危机 是保守党的危机 也是英国整个的危机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对外政策的强硬其实不难 你旗帜鲜明 抗中俄乌战争战的立场很稳 这都不是难事 但重点是如何治理英国 因为大家选你 主要的原因还是内政考量 通货膨胀 还有经济紧急要复苏 所以他上任之后推了这计划 当时一般是还给予众望的 说这叫特拉斯经济学 结果很快 就是完全没有蜜月期 他推出的这个450亿 英镑的一个减税政策 照理说应该是有办法 把英国这个经济救起来 可是大家反应没有那么的好 而且很多人说 这会推升英国的债务 还有让英国的财政状况 变得更早 更有人说 这个里面的这个减税政策 可能最大的受益者是 来自于顶层5%的英国人 年收入在15万英镑以上的人 可能是 那再加上特拉斯 可能真的是力量也不足 他在一些在为他自己辩护的 一些电视受保的过程当中 没有显示出同理心 因为英国的央行 为了控制这个通膨 这个升息 那主持人就问他说 那对一般在背贷款 这些英国民众 那怎么说 他的讲法是说 这个英国这个央行 是他独立的机构 跟他政策是无关 没有关系 然后他说 对 他说全世界没有 不是只是英国在升息 其他国家都一样 第三就像刚才将军所讲的 这个是俄乌战争的影响 所以通货膨胀 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 让大家对他很失望 而且现在是保守党 这个民调最低的时刻 从1990年代末期到现在 他居然可以跟工党的差距 拉到33%以上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警讯 所以他应该赶快恢复信心 但非常难 照道理下场选举 还有几年的时间 2025 照理说养生休息 但是假设他这个政策 没有办法让老百姓支持的话 那不可能 还会有很多边处摆在前面